新一代的 Honda Civic 在之前在美国全球首发了以后 在昨晚就来到了泰国 而且不仅是东南亚首发 更是全球第二个发布这款新车的国家哦 那泰国的 Civic 一向来都和我国版本是相差不远的 所以现在就让我小明带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东南亚版本的 11 代 Civic 有什么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回在泰国发表的是 11 代的 Civic Sedan 而已 上一代的 Civic 我们都叫 Civic FC 而这一个 11 代的 Civic 代号则是 FE 在外形部分泰国版和之前的美国是一样的 它的这个设计理念有一个名称也就是 Sokai 爽快 这个 Sokai 有一个以人为本的理念 在兼顾到实用性的同时也要给你感官上的一个舒服 就是爽快啦 为了营造一个很好的 Open Feeling Space 设计师刻意加大了车窗的面积 A柱也向后移了 50mm 而车头也可以压低来给驾驶员一个更开阔的视野 以带来一个更 Sokai 的愉悦感受 而同时设计团队也强调了 Civic 一路来 Low and Wide 低爬又宽的车身姿态 还可以使用交跑般的这个流畅 车身比例设计 还有极简化的概念也带出 漂亮的感觉 结果就是 一辆比较成熟了的 Civic 咯 这个比较方正的车头加上扁平狭上的 LED 头灯设计 还有没有了 Solid Wing 过后 细细的水箱饰调 整体的神韵其实有点让我想起了 第2代和第4代的旧款 Honda Accord 你们觉得有像吗? 同样的简单化也来到车尾 那这个11代的 Civic Sedan 的尾灯组 虽然没有 FC 的那个 下面那样搞掉了 但是 看起来还是挺有质感的 关于外形这一方面 如果说 Civic FC 像穿着Straightwear 的 嘻哈小子 那这个新一代的 FE 就好像穿着衬衫 比较正式的青年了 如果你觉得 FC 的造型有点过于浮夸 那这个 FE 就比较内敛了 好像自从这个 EK 大演过后 Civic 就开始双速的 Generation 比较大胆 而单速就比较保守 6代的 EK 大胆 7代的 ES 保守 8代的 FD 大胆 9代的 FBU 保守 那10代的 FD 大胆 这个11代 FE 又玩内敛 你比较喜欢哪一种 Style 的 Civic 呢? 那值得一提的是 泰国的 Civic FE 并没有美贵的 18 吋轮圈 顶级的 RS 只用 17 吋 其他部分就 16 吋 嗯 OK 除了黑色的 17 吋 rim 泰国的 11 代 Civic RS 也多了 黑色的后视镜 黑色的小尾翼 双边单出的排气围管设计 而同时泰国的 Honda 也同步发表了 Modulo 空力套件 多了 Body Kit 还有一些 Accessories 包括这个 Honda Solid Wing 的水箱护照失调 不过根据以往的经历 对我国的 Modulo 很有可能设计会有所不同 外观很有争议 那内装的部分我就觉得 还蛮对味的 虽然也是少了 FC 的那种战斗感啦 它也是走一个成熟风 但重点在于整体的那个质感 还有高级感 是提升了不少 这个内装也是有一个设计理念叫什么 Fine Morning Interior 也是要给你愉快感啦 那团队还特别讲究这个 Texture 和 Feedback 也就是触感还有回归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更符合驾驶者视线操作的 9寸悬浮式触屏主机 而泰龜版还支援 Apple CarPlay 无线连接哦 那讲到这个其实我觉得上一代 FC 的这个触屏主机都已经是同级数一数二的好用了 又高清又顺畅又容易用 可能有人会讲 诶 哪里会 FC 的这个 Aircon Control 不方便诶 可是你不要忘记它过后改款了就变成了这个实体件了 而来到 F1 又更进一步了 因为它换成了 旋钮的设计 我个人是觉得旋钮还是最方便的啦 盲操作来讲 是最直接的 包括我本身也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你可以啊嘎啊嘎知道你转了多少下 我是觉得比暗的还要更加好啦 你觉得呢? 当然除了旋钮 Civic FE 的内装还有一系列提升贵气的设计 像是号称 Honda 史上最大的 10.2 吋速度化仪表盘 精致又独特的空调出风口设计 中央扶手处排档杆那边还有一个大面积的拉斯铝制面板 看起来就非常的漂亮 但可惜的是玫瑰的 Boss 12 颗喇叭 环绕音响系统就没有来到东南亚 泰国的高配只有 8 颗喇叭 也很多了啦 不止如此 新一代的 Civic 座椅设计也改进了 骨架的设计 提升支撑性还有舒适性 驾驶桌子也有兼顾到 泰国版的 Civic 有两种设计的布置座以及皮革座椅选择 而 RS 版则是采用皮革 混搭 Alcantara 几皮 搭配红色缝线的设计 还蛮 sporty 哦 这一回 Honda 也在 NVH 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底盘方面不止有抑制震动的设计 悬吊也有进步 能够更好地过滤 碎震 提升舒适 同时又能带来更直接更稳定的驾驶感受 全车的车体架构也做了大量的隔音处理 不只是在不同地方加了隔音片 还有就是和 City 一样的注射棉 来吸收扎音 在车体部分也进行加固来减少工整 同时车体刚性也提升了19%那么多 希望这个新一代 Civic 开起来会比 FC 还有 Solid 新一代 Civic 的车长比起上一代是长了一个 30mm 而轴距也长了一个 33mm 达到 2733mm 的境界 这也让它成为同级轴距最长的那一位 相信内部空间表现应该会和 Civic FC 一样的出色 甚至是更好啦 那原厂就表示 后座的腿部空间就更加的好了 但是奇怪的是 后座空调出风口居然不见了 哇 来到大马 这个东西会有马 在动力部分 泰国的11代 Civic 这回是全车系标备了 1.5L VTEC Turbo 引擎 至于上一代入门版的 1.8L IVTEC 自然进气引擎 则是被取消了 这具 VTEC Turbo 的最大马力 为 178 PS 风质扭力则是 240 Nm 并同样搭配 CVT 无段数变速箱 马力和扭力对比上一代 Civic 都是有所提升的 包括这个扭力提升还蛮多的 而且 Honda 也表示因为软件还有硬件经过优化 引擎的响应呢 比起上一代 Civic 是更加的迅速 同时 这一回 Civic 还多了 驾驶模式按键 有 Econ Normal 还有 Sport 三种模式可以切换 油耗方面也是有所提升的 在配备方面 泰国的 Civic FE 其实还蛮丰富一下的 它有这个最新的 Honda Connect 手机程序 你可以线上锁车 解锁 启动引擎 还有查看车子状态等等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是这个漂亮的 Honda Smart Key Card 数码钥匙 当然最后就是这个安全的部分了 和外国的10个 Airbag 不同 泰国的 Civic FE 还是和上一代一样 是6个 Airbag 的配置 但是这一回全系都标配了 Honda Landwatch 左侧 盲点显示系统 以及完整版的 Honda Sensing 这回还多了前车移动警示这个相当好用的功能 完整的功能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列表 全新的 2022 Honda Civic 在泰国一共是有三个版本 售价方面是有 964,900泰铢起跳 而顶级的 RS 版本则是接近 120 万泰铢 那少了 1.8NA 的入门版 让这个泰国的 11 代 Civic 比上一代的 入手门槛 贵了一个 12,000 令吉 那么多 但是其实 算到来这个 RS 版本 比上一代的 RS 反而是便宜了 3,000 令吉 嗯 现在就看这个大马版本 几十来 还有卖 多少钱呢 会不会和泰国一样这个入手门槛也提高了呢 那据说年尾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款车了啦 你会期待吗 对于这个 Civic FE 你又有什么看法要分享的吗 记得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 觉得我今天讲到不错的话记得 点个赞 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给更多喜欢 Civic 的朋友们 还有就是订阅给我们的频道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